长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五单数年 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第二十一到三十节 马斗福音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三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6月23日 耶稣基督今天第一篇读经 读到保禄宗徒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 所受的种种痛苦磨难 真的边看边到抽一口冷气 感谢保禄 因为我们也是他向外邦人宣传福音的受益者 感谢他今天的自我夸耀 他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 脸上有没有金 对保禄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而是为了彰显天主在我们软弱中的大能的光荣 是为了要激励我们更接受他传的福音 更努力和他一起去传福音光荣天主 今天福音里 主耶稣告读我们人生最重要做的事是基财于天 在天上的财不怕贼偷不怕重铸 加上现代的讲法 不怕通货膨胀贬值 然而弔诡的是 我们越是要基财于天 越是要慷慨的散财于地 分享自己的时间 金钱和塔朗通 宝露原来是犹太著名经师加玛尼尔的高祖 仕途可说是金光灿烂 但这一切在他找到基督以后都形同粪土了 宝露为了基督福音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慷慨豪情是我们的榜样 因为他赢得了天上荣冠 主耶稣许诺的百倍的赏报 没有一家地上的银行 可以给他如此丰厚的利润的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